好,我们来看一下,可能有以下几个错误 其实上节课我还留了一个思考题 就是ROI是多大才好 我们知道ROI是成交额去除以什么 去除以我们的花费 成交额 比如说我们今天成交了300块钱 如果你的自动车里面就花掉了300 那你的投产是1 那你肯定是亏钱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成交的钱全部花了自动车 你产品还要成本 所以1肯定是亏钱的 如果是2人的话 赚不赚钱呢 比如说我现在是成交了600块钱 花掉300 另外剩下300 如果你的利润是100%的话 正好给你产品成本要300 只能说也花了300 那正好600 那正好只能说保本 这个还要求你的利润是100% 所以一般2也是亏钱的 因为利润很少有这么高的 对不对 如果达到3呢 这个时候还是要看利润了 达到3以上 那你赚钱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大 就是起码要3以上 你的赚钱的概率就会比较大 才算比较OK的 明白吧 那赚不赚钱 还是要看利润 好吧 那上节课问这个思考题 我就讲到这里 那么这小节 我们来讲我们新手开车 会不会以下存在 我因为听了一点自动车的课程 或者说因为急于要流量 我现在搜索没有流量 现在也没有流量 急于要流量 然后我去开自动车试试 去开自动车去试试看 确实能带来一点流量 但是根本就卖不掉 或者带来一点流量 扣分很高 你没有投产 然后导致你计划开烂掉了 因为你没有目的 也不会操作 这个叫漫无目的 盲目去开车 第二个是 我搜索流量起不来 然后看到自动车有流量 我舍不得关 为什么 因为求个安慰 开了车还有流量 没开车 流量就更少 我不敢关掉 其实是亏钱的 其实明明知道 这是亏钱的 但是不能关 为什么 关了就更没有了 所以这种就是很矛盾 求安慰的心理 还有一种是 开车的时候 丢进去乱选 什么词 因为不懂得分析词性 展现指数很大的 或者点击率很低 或者说符不符合我的宝贝 精不精准这些词 你是没有判断能力的 词太多的时候 随便点了几个 然后导致你数据很差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大把的有 甚至很多人会选几十个 上百个 一两百个词都选进去 导致开了一塌糊涂 因为你根本就不会选 不会精选 对不对 另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开烂了 开的不行了 就丢在那里 最怕是丢在那里 为什么怕你丢在那里 因为时间久了 他还在花钱 实际上你已经灰心了 你已经放弃了 但是每天还在烧钱 还在烧钱 烧着没有意义的钱 等你回过神了 哎呀 总之花了这么多钱 然后我发现 总是真不是个好东西 我不能开车 对不对 我不能开了 以后也不开了 这个时候 你就对他失去了信心了 这叫丢弃掉他 实际上这是你们新手 经常犯的几大错误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如果没有最好 直升车要开 是要有明确的目的的 因为 目的不同 我的选词不一样 我的操作可能都不一样 我产生的结果可能亏钱 但是我目的达到了 我仍然是盈利的 或者说我仍然这个钱花的是值得的 我们在第一节课 我讲过 直升车有五大目的 对不对 有这几大目的 OK 那 当你没目的的时候 建议不要乱开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计划权重 我特意提醒 我怕讲漏了 有个计划权重 它有什么用 就是你建的这个计划 直升车一动 在一个账户里面 可以建八个计划 这里面 我把它 大家可以看到 在标准推广里面 可以建 这里可以新建计划 每一个计划 在里面 它都是有一个权重的 有个基础权重 在以前的直升车 前几年的直升车里面 它是可以看到基础分 关键词的基础分的 现在看不到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没有 虽然我们知道质量分受 三个方面影响 但是有个基础分 也就是这个计划的原始分 我们看不到 但是它非常影响价格 当比如说我一个计划里面 有一个宝贝 一个宝贝 大部分的关键词 都是九分十分 如果我再丢一个宝贝进去 我这个宝贝选的词也是九分和十分 这就是基础权重的影响 如果这个宝贝 它的出价 PPC扣费比较低 当然对其他的宝贝丢进去 因为一个计划里面 可以丢很多个宝贝进去 对不对 对下一个宝贝 加进来会有很大的影响 同时就在一个宝贝内 比如说我这里面有三个词 五个词 打个比方 五个词 都是十分 我再去为这个宝贝 新增关键词的时候 你也发现 它也是九分或者十分 这就是原始权重 我们看不见的默默的影响 同时也会影响 我们的质量分 这个PPC扣费 对不对 所以当你一个计划里面 开烂的都变成六分 或者五分 更低的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计划权重会比较低 如果都是七分六分 这以下的这些分数 计划权重很低 那说明开烂了 因为你长时间不管它 丢弃了它 所以在这个时候 记住 当你不开的时候 当你这个计划 不想开 开烂了 不开的时候 记住 一定去把宝贝 宝贝把它删掉 然后计划暂停 暂停一段时间 大概七天 或者七天到十四天 这个计划权重会恢复到 初始权重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把自动车丢弃了 或者乱选词 没有目的的时候 会把一个自动车搞得很烂 因为原始分 它会在不断的积累 每天都在产生数据 数据就会产生权重 当你权重很低的时候 干脆删掉 大家不要忘记 不要说我这个计划暂停就行了 我里面还有很多宝贝 不管它 比如说 我拿了个店铺举例子 这个计划 我都暂停了 但实际上这里面都有很多宝贝 那会不会影响计划权重呢 只要你用这个宝贝在里面 它都会影响 干脆把它宝贝删除 然后暂停计划就可以了 好吧 OK 这几个错误 大家不要犯 尤其是这个计划权重 那么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小企 开车之前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 因为不同的目的操作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当你不开的时候 一定要删除掉这个宝贝 暂停计划 好 自动车的计划权重 对PPC 也就是点击价格影响非常大 只是我们看不见 OK 那么本期课上到这里 下期课再见